首先来关注中国男足 诗语赛12强赛中国队同卡塔尔队的比赛 将在明天晚间的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 今天傍晚国足进行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稍后也会来关注发布会的内容 而在3月底40强赛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曾在主场战胜过卡塔尔 在那场关键的胜利也帮助中国队最后时刻 拿到了12强赛的晋级名额 不过回顾历史 从两队的交战记录上来看 卡塔尔俨然是国足的克星 想要在主场再次刷卡成功 谈何容易 回顾中国与卡塔尔的交锋史 简直等同于一部血泪史 在世狱赛的舞台上 中国队9次过招卡塔尔 成绩为2胜3平4负 历史上国足对阵卡塔尔亮下的惨案 层出不穷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黑色三分钟 以及金周不相信眼泪 1989年世界杯预选赛 中国队在当时的六强赛最后一场 迎来卡塔尔队 马林在第76分钟打过僵局 国足的出现形势眼看着一片大好 不料最后三分钟 卡塔尔队连贯两球 中国队惨造逆转 无缘地大利世界杯 这就是中国足球历史上 臭名昭著的黑色三分钟事件 1997年 中国队的世界杯梦想再度被卡塔尔粉碎 那支国足被誉为史上最强 郝海东 高峰 范真义等人正处当打之年 坐镇金周主场迎战卡塔尔 中国队只要取胜 仍有出现机会 结果国足以2比3的比分失利 位列小组第三 无缘法国世界杯 球迷悲痛地哭喊 响彻金周 这也是中国足球史上有名的 金周不相信眼泪 2001年世欲赛十强赛 中国队在已经提前出现的情况下 坐镇沈阳 吴里河 以3比0大胜卡塔尔 昂首挺进韩日世界杯决赛圈 这也是国足在世欲赛历史上 赢对手最酣畅淋漓的一场比赛 但克星还是那个克星 国足头上的卡塔尔魔咒 很快再度笼罩过来 2008年世欲赛外围20强小组赛 国足主场0比1赋于卡塔尔 提前无缘十强赛 南非世界杯的幻想破灭 而在去年10月 中卡两队再次在世欲赛上交手 国足又一次倒在卡塔尔队的脚下 这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但过程让人痛心疾首 中国队在场上毫无招下之力 控球率一度跌至三成以下 若非王大雷高阶低档 丢球绝不会只有一个 最近一次中卡两队交手 发生在今年的3月29号 当时中国队在世欲赛 40强赛中命悬一线 只有战胜对手 才有机会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 挤上12强赛的末班车 由于卡塔尔队之前已经早遭提前小组出现 所以他们派出了一套替护阵营出战 中国队在下半场凭借着 黄博文和吴磊的两个进球 在主场战胜对手 时隔15年再次进入到 世界杯预选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中 虽然在世欲赛的历史上 国足对阵卡塔尔的战绩 有点惨不忍睹 但在亚洲杯的舞台上 中国对此前四次过招卡塔尔 成绩为三胜一负 看上去要好很多 但就是这唯一的一次亚洲杯赋于卡塔尔 间接导致高风波下赫 那是2011年卡塔尔亚洲杯 国足在小组赛上0比2不敌东道主 他们必须在最后一轮中 竞胜乌兹别克斯坦两球才能出现 结果国足小组赛出局 时政主帅高风波很快被卡马乔取代 而今年高之岛虽然也再次离开国足帅位 不过他至少帅队在40强赛中击败了卡塔尔 算是报了当年的一剑之仇 目前在12强赛中 国足输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之后 在A组已经排名垫底 竞技俄罗斯的希望非常渺茫 这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 如果输球 那之后的比赛可能就要沦为 陪太子读输的走过场 目前卡塔尔在小组中积三分 排名第五 他们对于胜利同样充满渴望 11月15号的这场中卡之战 国足主帅李提带给中国球迷的 究竟是惊喜还是失望 一切只有交给比赛去证明了